特斯拉屏幕深夜自动播放 我死得好冤 吓坏车主 客服屏幕可能故障 综合媒体4月30号报道 近日成都的郑女士对记者聊起 4月27号夜晚发生在车里的一幕 郑女士说 自己不信鬼神 但难免心有余悸 将此描述为灵异事件 夜晚地下停车场 郑女士的双手 长按在她的特斯拉Model 3方向盘的两个按钮上 屏幕熄灭 系统进入重启程序 突然 黑色中控屏的屏幕上 显示出一个绿色的麦克风 郑女士伸出手点了一下 环绕立体车在音响 传出一句凄凉女声 我死得好冤了 一时间 郑女士被急发凉 我全身的寒毛都立起来了 坐在副驾座位上的女儿也被吓得不轻 郑女士赶紧带着她离开汽车 而此前这一天 她的特斯拉中共屏幕 反复发生空调面板自动开启 又快速自动关闭 有时候自动开启某个APP 自动操作 或者导航地图自动开启 4月28号 记者在成都天府新区某小区外 见到了郑女士和她的特斯拉 陪同她一起的还有她的两个闺蜜 她说 我现在不敢单独开这个车 闺蜜安慰着她 认为特斯拉方面应该给个说法 郑女士介绍 这辆特斯拉Model 3购买于2021年1月 此前没有出过大问题 今年奇怪的问题 接二连三出现 特斯拉客服表示 可能是骑车在屏幕出现故障 因为后台检测到该屏幕短时间内 出现大量点击 客服还提供了一条很关键的信息 4月27号晚 其车在喜马拉雅APP播放过一个名为霍新的音频 播放时间也刚好对应上闹鬼的时间 另外 记者查询郑女士使用的特斯拉车在喜马拉雅APP时 发现其订阅的内容主要是儿童读物或者财经信息 郑女士称 她主要也是收听的儿童读物和财经信息 对此 喜马拉雅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特斯拉汽车上的喜马拉雅客户端由特斯拉开发 喜马拉雅不会在特斯拉汽车上进行推送 我们和特斯拉一直是友好合作关系 我们也把情况反馈给特斯拉一起优化